广法郎 广法郎在18、19世纪 發展了各式各樣的色彩、圖案、造型 令它們成為了熱門的外銷品 究竟風味中西國家的广法郎 是怎樣製造出來的呢? 而法郎又是什麼呢? 講起法郎 大家可能會聯想到現在流行的法郎窩 又或者會聯想到牙齒表面那層法郎質 其實兩者都非常接近正確的答案 法郎是指我們現在所見氣密光亮的表層 它的化學成分和玻璃非常接近的 法郎料磨成粉厚 和水或者油調和成類似畫畫的顏料 它說在氣密表面更加熱、溶化、冷卻、凝固 賦予氣密亮麗的色彩 法郎油可以匯滑在不同材質的胎體上 例如玻璃胎、磁胎、金屬胎 北京清宮造辦處和廣州 是清代製作畫法郎的兩個中心 廣州製作的畫法郎 簡稱廣法郎 以同胎為主 仔細觀察這一件畫法郎盒 你又猜不猜到它是什麼胎體呢? 沒錯,這個就是金屬胎畫法郎 更準確地說 這個是同胎畫法郎 而且是清代廣州製造的 造成一件畫法郎器 通常要經過製胎、揮畫、消製三道工序 而剛剛看到的同胎畫法郎盒為例 製胎像要先將金屬片除葉成波曲合狀 這個工序一點都不簡單 要心靈手巧才可以做得好 做好胎體之後 就會交給繪畫工匠 究竟用髮郎柔來畫畫 有什麼技巧呢? 玉子後視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